中国女排夺冠在即,却只能饿肚子挤经济舱,球迷暗讽国足。 这一阶段的比赛是在大阪进行的,此前第二阶段的比赛则是在札幌进行的。 而随着中国女排已经击败俄罗斯女排、巴西女排和美国女排,基本上也意味着一点。 女排夺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,由于日本国内航线飞机不提供餐食, 中国女排全员都是饿着肚子坐经济舱飞到大阪的。 消息一出来,球迷们纷纷心疼中国女排的姑娘们,明明是三大球的门面, 明明成绩最好世界冠军最多,但是待遇确实最差的。 这很明显是讽刺,中国男足连小组赛都还在挣扎, 中国女排隔三差五就拿世界冠军,而女排却坐经济舱和动车, 国足则可以薄击,中国国足隔三差五就是薄击, 而中国女排却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,这合理吗? 谢谢大家